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加入这一节的新闻特报 今天要带您关心的主题是轻鸟行动 其实在五月底台湾社会刚经历了一场强大的公民运动 民众为什么会走上街头 其实就是冲着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国会强推的国会职权行使法 那么这个法案被认为是国会扩权 不只是民进党立委在立院进行对抗 就连民众也看不下去哦 每逢立院开会就会有人集结在青岛东 也就是立院外进行抗争表达反对的诉求 那么市场的集会游行 其中五月二十四号因为是星期五的晚上 所以呢大家下班下课就直冲立院外头来抗争 人数是高达十万人 而且不止在台北就连十五个县市都有人自发信来响应 那这个反立院扩权的运动后来被定义成轻鸟行动 为什么呢 其实是有网友在网路上发现说 如果你在脆或是脸书上面打青岛东三个字 可能会被演算法来阻挡这样低触及 所以就可以找比较相近的词 开始就有人用了轻鸟这两个字来代替 也因为轻鸟有幸福的寓意嘛 所以后来就渐渐受到大家的认同 轻鸟行动这四个字这样的正式名称就成型了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一次的轻鸟行动能聚集这么多的人 动员这么多资源 其实都和社群平台脆脱离不了关系 像这一次轻鸟行动有非常特别的模式 就是课金阿公阿嬷跟民主金孙的连结 过去有一些曾经参加过太阳花运动啊 百合花运动的前辈 想要来支持新一代的学生年轻人来参与这一次的轻鸟行动 他们就会透过翠来搜寻相关的需求 出钱出力来赞助 我们看到可以小制这个提神饮料和干粮 大致提供场所 让年轻人来盖洗住宿 甚至帮他们订饭店订车票包游览车 那么当然除了资源物资以外 为了表达诉求 不少人也会制作标语跟文宣 那么有网友非常有创意 就为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制作了葱石表 在翠上面啊 在IG上面都引发了二创的风潮 流传不同的版本 包含有饶舌版 有CTpop版 甚至是有日文版 那么像这一次的主题是轻鸟嘛 也有非常多热心的网友 他们就亲自设计了轻鸟的logo 在翠上面供大家免费来转发猎译 那么在现场当然也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大家都会透过翠来联系哦 像是有人就会hashtag 青鸟宝可梦 就是把在现场看到的一些 比较可疑的人物传上去 要提醒大家要注意来防范 那么除了这一次的青鸟行动 是透过社群来发酵之外 也传到国外去了 就有纽约的克金阿公阿嬷是非常的强大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 他们透过募资 让青鸟飞出台湾 飞到哪里 就是飞到这个纽约的时报广场 他们组下了这个LED灯墙 然后上面写着 Stand strong with Taiwan 当天6月4号这一天呢 就有非常多的台湾人在这边集结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正在发生的事 那么当初这个募资活动是260万元 不过短短的两个小时就达标了 是相当的厉害 那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克金阿公阿嬷非常的强大 就连法国巴黎也来接棒了 昨天就有台湾人租下了游艇 游塞纳河沿途挥舞着国旗 还有这样子的旗帜 当然也行进了爱菲尔铁塔 罗浮宫巴黎圣母院要让大家看到 那其实呢不止法国美国日本伦敦的台湾人 也都持续在准备海外的轻鸟行动 蓄势待发 只不过呢现在国会扩权法案是5月28号 在立院三读通过了 那么行政院现在也因为法条至爱难行 提出了复议案 接下来总统赖清德也即将要把这个复议案 移送回立法院 民进党立委和国民党立委也争取时间 想和民众来沟通 像是民进党就想要延续青鸟行动的能量 接下来的一个月要在全台进行宣讲 首站选在哪里 就选在国民党团总招傅昆奇的选区花莲 那么国民党当然也不甘示弱 发动了蓝鸟行动 到22个县市举行大型的街头宣讲 首站选在哪里 选在赖清德总统的本命区台南 看起来青鸟跟蓝鸟的对决正要开始